经过十几天的国际赛期之后 英超又回来了 星期六、日、一、三天都有英超的赛事假 不知道大家这十几天里面 会不会趁着国际赛期休息一下 通常星期六天晚上要看球 忽略你的太太、女朋友或者娱乐 趁着国际赛期通常都会不会是 我以前在香港都是保飞 跟妈妈吃饭,不如出去哪里吃饭 因为平时就要在家看球 我趁着国际赛期,我在英国就没有了 没有做这些事情 趁着国际赛期就疯狂地打机 连做YouTube节目也少了 我只做了一集 讲曼城高英超 讲李物浦、屎乐、开季的表现 非常理想 做了一集他的节目 本来本来本来打算做前阵之前 都做了一两集节目 其中就想 当然会想说英雅国家队 宣布了请了杜曹 但是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已经正直是我打相机 不想放下 没有做到 隔一天回来就已经看到其他的频道 已经做了 然后就已经 不如不要做了算了 翌日都要做前阵了 所以又跑去打机了 我给了这个 游戏机 下午了的 YouTuber 但是我答应大家 英超回来之后 我也得起心肝 觉得应该要专注在这个频道里面 不要常常在打机 好了 节目开始之前 再提提大家 如果我真的想我 很努力 很努力 做多些节目的话 就希望大家真的要订阅我这条频道 给点like 多些跟我聊聊天 可以share给其他人看 令到这条频道多些人看 我又更加多心思做节目了 好了 事不宜遲了 第八周联赛的前节 马上开始 先看看今周有什么球打 星期六 头场 热次主场会对着韦斯咸马 伦敦打比 富咸对亚士东维拉 叶士卑士主场会对着爱华顿 曼联会对着宾福特 纽卡素对着白里顿 修咸顿会对着李斯特成 跟着 班尼茅夫会对着亚仙奴 星期日 狼队对曼城 以及今周的重头戏 利物浦会主场对着车路士 然后星期一 就是森林对着水晶东 先说星期六的头场比赛 就是热次主场会对着韦斯咸 先说说热次 我自己觉得热次 其实开季表现 并不如大家的印象之中那么差 如果计算两场欧洲赛 和一场杯赛 十场比赛里面 他赢了六场 和了一场 输了三场 只不过输了三场 都是在联赛上 所以让他在联赛榜排在第九位 而输了三场 分别是 作客输给纽卡数的 1比2 然后主场对着亚仙奴 输0比1 然后 作客 刚刚上周 作客败了这段 输2比3 只不过联赛 看到他输了三场 大家印象过 都是看得差 但是我刚刚看到英超的数据 英超球队反击的成功率 以此是排行第1 他是凭反击入得最多的一队 所以证明他的功力 完全是没问题的 就是防守的队 怎样可以继续好 特别是我上场直播 还是我说了很多次 就是防守中场里面 用比坦股 我自己就觉得一般的 看看会不会 普斯迪格股 今周联赛会试用给苏玛 至于韦斯咸方面 韦斯咸 开季到现在 我觉得他的状态都一般的 不过叫做上周联赛 由大胜业视域字4比1 震一震气 但是赢的那一队 大家都知道 是叶士域字 上周联赛 不是和就输了 输给车路士1比3 输给曼城1比3 和夫涵1比1 和宾福特1比1 他对上半板的球队就输了 而热刺正正都是 慢车边的热刺 上半板的球队 一盘第9位 而热刺对上半板的球队 他也是输了 但是对下半板的球队 他是不败的 是和了 头场和了给李斯特成 之后两场的联赛 他对上半板的球队 都是赢球的 至于韦斯涵 他对上半板就一定输了 是不是 所以 如果我从我自己 这个角度去看 以及我仍然觉得 热刺的进攻 是问题不大 只是看看防守 可不可以做好一点 所以我自己 两队以往估计 我觉得是热刺 应该今周能够 全取三分 赢球的 接着就是富咸主场 对着亚士东维拉 这场球我觉得 也好看 而且实力也有点相近 富咸 现在排在第8位 我看Skybox 我说先知 原来现在第8位 富咸在英超历史里面 最高的排名 以及今季 看到富咸 都真的占入街景 今季联赛里面 输的两场球 都是输给 曼智侯 就是输给曼联 以及输给曼城 之后 都没输过 至于亚士东维拉 亚士东维拉 刚刚对上的两场联赛 就和了球 和曼联0-0 和叶士维拉2比2 我觉得这里失4分 对亚士东维拉来说 都有一点伤 而且你看到 除了上场 没有失球之外 其实近几场 维拉后防都不太稳 对叶士维拉 都要输两球球 特别是安娜 伤出了之后 上场对着曼联 就用巴厘 搭着泰利文斯 我不是说 觉得 巴厘 贬低巴厘 但是实际 就是安娜娜 在亚士东维拉 现在里面的作用 攻守兼臂 如果他受伤的话 其实都对亚士东维拉 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你看见他 连续那两场 都和了球 就是这样的意思 而富咸 上场对着曼联的时候 领队曼高斯华 就没有 把路维仔 放在后备 因为希望才稳守 去到六十几分钟 才再换路维仔 我相信这场球 他都会踢回正选 而富咸 看看会否能够在主场 凭着主场之利 加上今季的气势 现在的状态 我觉得达得不差 看看能不能够 可以在亚士东维拉身上 拿回分 因为其实对上三次过去的比赛 都输了给亚士东维拉 而屋坚斯上季 主客两场都有球 看看富咸能不能够 凭着主场之利 加上近期的 今季开季的成绩状态 不错 能不能够在亚士东维拉身上 最少摸到和局 接着就是今周的 护肩大战 叶士维治主场会对着 埃华顿 一个第十七位 一个第十六位 叶士维治开季到现在 都没开齋 没赢球 就和了四场 所以抓住四分 而埃华顿 开季四连败 但是 近三场里面 一胜两和 而三场只失了两球 上场对柳卡索 都能够守和0比0 如果有听我回顾 大家都知道 自从大致 将麦琉 摆进攻中位之后 埃华顿起码会入球 虽然之前 仰义输三 入两球 但反输三球 连续两场 但起码能入球 而近三场比赛 连防守都做好了 三场里面 只是失了两球 而且 还未输球 起码都 近三场 不败 所以 这场比赛 再去到叶士璃智 我觉得 埃华顿 都应该 可以补到 这个不败 看看能不能够偷鸡 就可以 扬到叶士璃智 叶士璃智 叶士璃智 所以这场比赛 我自己觉得 和波味 还是比较浓 但如果真的要 选一队赢 我就会称先 埃华顿 接着就是 曼联主场会 对着 奔福特 想不到 国际赛回来之后 我们继续见到 坦克带曼联 原来早前 曼联班高层开会 不是打算炒坦克 是打算 怎样 剁掉 费sir 马联全球 带市 200万英镑 的酬金 其实我自己觉得 都 算少少难看 因为 200万英镑 又不是什么 很多钱 一年 对不对 一年200万英镑 我觉得不是什么 太多钱 那你都要 剁掉费sir 这个200万英镑 当然了 费sir 当然不是 欠你这200万 开饭 但是 对一个公分领队来说 我觉得这200万英镑 都只不过 是一个 小小的心意 叫做退休 教了二十几年 大佬 跟你拿了这么多冠军 我都应该要比 但是 蒙魔鬼 现在就变成了 穷魔鬼 让也要省 所以这200万英镑 都要省 有少少公关灾难 很多曼联名宿都 出来邓废sir 说句公道说话 当然 废sir就说 跟曼联 都是私底下 都是 友好来分开的 大佬 当然是说友好啦 难道我为了那200万英镑 跟你反面吗 亦都无谓啦 对吧 但是 点里面 心里面 应该有少少 不舒服的 我觉得 不然 不说了 这些场外话 说回这场球 如果说两队 其实今季实力 大家差不多 如果说曼联与 斌封特实力差不多 不知道曼联 心里有什么想法 其实说差不多 已经给了面子了 因为排名 斌封特高于曼联 人家今季 7场比赛 入了13球 你7场球 入了5球 平均 1球球也入不了 不过你很厉害 班士尼入了7比0 如果你把这个联赛杯 这7球也计进去 那你就聪明了 但是 你不是这样计算的 对不对 还有我 早两集回顾都说过了 曼联最后一块遮措 奥德福的威力 都 不要说今季 其实上季开始 都漸漸都没有了 今季更加是 0比3输了 比林普 0比3输了 比热次 两场在主场的赛事都要大败 令坦克的压力很大 幸好上场 作客阿士忠维拉 能够0比0闻和 不要看小闻和阿士忠维拉 其实都不容易的 叫做等坦克 即是 喘一口气 起码不用再输 过了国际赛 主场回来 对着奔福特 看看能不能够赢 不过坏消息 都一罗罗的了 既上场 美劳一路受伤 接着 麦加又伤了 国际赛 回来之后 乌加特 都伤了 其实 你看到 曼联的 后场 防守的 伤兵 都 好像突然间 又不太齐脚 马斯维拉 亦都要做 心臟小手术 这场球应该还没能够赢 当然 他那个也是小手术 说两三个星期就可以 复出 但是 未来这个星期六 应该不能够赢 中坚会不会 继续迪利特 回答马天尼斯 还是会出 上场有好表现的伊云斯 但是 我不记得 曼联明星都说了 靠伊云斯 36岁的老将 拿上场球的man of the match 其实 曼联球员也挺收家 不知道这场球会不会继续用伊云斯 但是防中方面 可能都要继续用两位老将 就是 艾力森和卡斯米露 所以 其实我自己都担心曼联的 防守能力 特别是中场的转速 如果 还要出伊云斯的话 速度实在太慢了 你知道 宾福特 开季最擅长的是什么 就是 初一两分钟就 就晴晴吓琳进入球 你知道 安巴姆 你看 今季就撞了多么 那么fit 这个我自己都 我不怕 我不怕曼联 能入球 我觉得能入不了 我怕他 怕他失球 我亦如主场,我希望曼联可以先和球 因为始终曼联的进攻你还未继续得到 你不能进球就可能会获得3分 起码先不要失球 看看能不能和到宾福特 两个实力相当 或者曼联面面对排名高一点的球队 看看能否能和到宾福特 接着就是纽卡素主场对白里顿 今周有一场实力相近的球队比赛 这两队球的实力有多相近呢? 七场联赛之外,大家都是三胜三合一负 同一个排第七,一个排第六 白里顿得球比较多 所以排第六位 先讲讲纽卡素 其实纽卡素今季出到来 整体来说是不差的 特别是主场 主场三场的主场里面 赢了两场 唯独和了一场 那场是和万成1比1 今季七场球里面 联赛只是作客输了 比今季进步非常多的富岩3比1 其实状态的状态 其实在纽卡素都不是很差的 估计也不会排第七位 至于白里顿 我回股也说过 他开了一个好球 特别是第二场里面 2比1赢万年 连赢两场球 但是和了阿仙奴之后 就连和三场 包括叶士比赤0比0 接着就是和森林2比2 接着就要作客车仔输2比4 叫做上场反反弹 大刀饱吃轻功反 主场先失两球 下半场反胜3比2 其实你见到白里顿今季的状态 对球其实有点不稳 特别是我有时见到他 上半场踢得差 下半场踢得很好 或者上半场踢得好 下半场踢得比较差 还有作客对车路士那场球 我直接看到 不是说 形形狠狠地失去四球 我自己觉得是 有点容易散散地 我以为上场球对着热刺 都是散的 下半场出回来 就叫做 很快进回球 所以就反到 热刺失云 并不是白里顿打得很好 我觉得 不是白里顿打得比较好 是因为热刺下半场那种失云下 输了三球反击 所以 他这场球作客柳卡素 其实我自己 略略看探 白里顿 首先就是 就是柳卡素的主场强 第二就是白里顿作客屎 一正一步 来回回来 如果我真的觉得 他选择哪一队球 有机会赢球 我会选择柳卡素 好 接着就是 收藍顿主场对着李斯特成 升班马的对决 算不算实力相近呢 收藍顿就开季输足六场 和了一场球 和那场是哪一队呢 就是和到叶士维志 都是升班马 今场球 主场对着 升班马的 一起升班的李斯特成 但是李斯特成就有一样东西好 就是 他的入球有保证 长军入了1.729球 而 沙漫顿就只入了0.57球 一倍都没有 对着李斯特成 所以就 我一向说了 两队不知怎样选择 就选择了 对吧 我自己觉得 李斯特成 始终起码能入球 和收藍顿那种踢法 都是喜欢后场的 李斯特成 又不喜欢做高位迫抢 就由得你 看看 怎样偷你鸡 你上到来 就是反击 李斯特成 也是靠这招的 还有 我又不觉得 收藍顿可以入到两球以上 你起码入到两球球 你才有机会赢到李斯特成 因为 长军长长球 李斯特成都有球 起码入你一球 你要赢球 是否要入两球 但我又不觉得收藍顿可以入到两球 我觉得 最多都是凭主要之力 看看是否有机会 可以摸和到李斯特成 如果不是的话 我要选择 我也是选择李斯特成 今场是可以赢球 拿到三分的 接着就是 星期六的尾场 本尼泰尔夫主场会 对着阿仙奴 如果 心水清点 亚迷都知道 对上两季 阿仙奴对着本尼泰夫 都会双杀本尼泰夫 上季分别是 主场3-0 和4-0 大胜 本尼泰尔夫 一球不失 再上一季 李尔顺的拙杀 主场 惊险地3-2 本尼泰尔夫 和3-0 本尼泰尔夫 所以 本尼泰尔夫 有点 阿仙奴斯加鸡的味道 他的实力就摆在这 今季 本尼泰夫 七场联赛 没有一场是没有失球 每一场都有失球 每一场都有失球 上一场 还要0-1 输了给李斯特城 连球都进不了 阿仙奴方面 我自己不太担心 会失球 给本尼泰夫 是唯独担心攻击方面 因为 国际赛回来之后 沙卡仔有小伤 踢了第一场英格拉人比赛 半场双出了 然后马天仔 踢完第一场 八世的国家队比赛之外 半场双出了 回来 记者会未开 所以不知道 他们两个攻击球员 我们两个攻击球员 能不能出场 然后柏提和夏维斯 在国际赛开始之前 已经说有小伤 所以没有回到国家队报导 当然 几个球员都是小伤 但始终小伤 累积起来也有点麻烦 去到10月中 球队应该要冲 特别有状态要冲 主理球员的小伤 对他们的状态 如何移动 也有点影响 另外虎安 虎安也继续受伤 早两场出回来 后背踢完 现在又说又受伤 希望伤患 远离阿仙奴 而今场波 我也会做直播 看看阿仙奴 如何赢波联毛夫 看看 会不会阿迪达 给多些后背球员上阵 包括耶稣仔 赢波联毛夫 等他们可以上阵 始终被主力休息一下 他们吃完国际赛 等他们可以休息一下 如果想陪我一起看 这场波联毛夫主场 对阿仙奴的赛事 就记得订阅我这条文章 以及记得留意 我的直播那条链 好了 到星期日的赛事 唯一一场 我觉得强弱圆数到 没得圆数的比赛 就是狼队主场 对着曼城 狼队今届 和过一场波 就是1比1和森林 拿到1分 其他所有的六场赛事 都输了 对上刚刚那四场赛事 都输了 都说一说他输的比赛 给大家听 3比5 再有客户输给奔福特 然后主场1比2 输给利物浦 座客1比3 输给亚士东维拉 以及主场1比2 输给柳加素 浪队今届所有赛事里 平均每场波7三球 对着全队英超里 功力最强的曼城 而曼城平均每场波入2.43球 和英超入得最多的球队 大家都知道 而今届的英超最大比数 曼城最大比数 是4比1 二次 我觉得这场波 至少有五个 因为狼队的防守实太差 而且很多次狼队一失球 可以在十多二十分钟里 失了两球三球 轻轻含含地失 他可能可以守得很好 但是一失球之后 整队都散了 我很肯定 曼城 除非曼城 勒住来踢 哎 不是 就算勒住来踢 我起码都会炒三球 看看会不会 哥迪沃罗 收够了 让球员休息一下 然后换走夏兰特 这场波 没什么原念 狼队一定输了 是看输多少球 好了 接着就是今周的重头戏 利物浦主场对着车路士 究竟利物浦今季是争死还是争冠 未来这几周联赛 将会备受考验 而头关就是复苏了的车路士 先说利物浦 利物浦今季防守力非常好 进攻也能保持得到 上集我说利物浦的数据都分析了 不过今场波就少了他们的满实阿里信 上周联赛他就拉一拉伤 最快都说要11月初才可以踢出来 当然了 基拿区有一定实力 但有没有影响呢 一定有 今季 即是暂时利物浦的预期失球 最后失球是少过预期失球 即是说 有很多球都是阿里信救回来的 我相信这里始终对后防有少少影响 至于车路士方面 因为王牌多 科芬霞和古古尼亚肯定出不了 这些都是暂时我知道的商铛名单 但最重要的是车路士的天王彭马在这里 他也拿了9月份的最佳局员 彭马自从马里斯卡移入中路之后 他反正是击没了车路士周边所有的攻击球员 无论迹讯 马道基亚 利涛 新组 等等的球员 只要他身边也好 他已经可以和你做1-2 做助攻 所有的球阶都是有威胁的 他自己也能进入球阶 所以彭马是挺难防 如果以两个攻中来说 苏宝斯丽和彭马 彭马的威力和表现 绝对压倒利物浦的攻击线 要看回 这里很考验利物浦的防守能力 看看能不能支持车路士的进攻 因为车路士平均每场球合入2点多球 其实功力不差到1,000成 这就是其中一个考验 这一场球 我或许都可能会做直播 如果大家想看我的直播 记得留言告诉我 不如Tommy你也做完 我就会赶回来家做直播 但如果大家觉得不用了 我就未必赶回来做直播 如果大家想听我 也讨论这场红蓝大战 记得给like和留言告诉我 Tommy你也做完这场比赛直播 如果我估计这场球的战果 我当然希望和波 希望你和波失温 但我觉得车路士作客 艾菲奴都难 因为要赢都未必赢到 和波我就心满意足了 接着就是星期一的独脚气 森林主场会对着水晶弓 不提大家不知道 水晶弓开季七场球 都是还未赢 英超未开齋 而森林现在排在第十位 回顾我已经说了 森林今届的防守能力非常好 特别是作客赢艾菲奴那场 那场球的回顾我 森林赢球赢在防守 现在再出回来的数据 森林的防守能力 就是仅次于利物浦 和阿仙奴并列排在第二位 有两场clean shift 接着平均只失0.86个球 英超第二防守 就是并列阿仙奴 是最好的防守球队 所以他现在排在第十位 现在主场对着水晶弓 上场球作客都能够和车路士 而今季唯一一场输球 就是主场对着虎贤是输0-1 而那场球 其实森林下半场反扑的时候 其实都有机会和球 可以不用输球 而水晶弓 刚才说的 开季有多差 现在一场球还没赢过 而对上那两场 0-1输球给你浦球 还有1比2 猜不到输球给当时 都没有完全复苏的爱华顿 当时我猜 他作客爱华顿 也有机会拿到分 谁不知 就被爱华顿 找了他来开齋 然后赢了1比2 他自己还没开齋 被人开了齋 这场球 我仍然看好森林 因为始终 防守能力好 而根本戒水晶弓的进攻 都一样 长军入球只有0.71 比曼联低 但失球很厉害 平均一场 长长都有失球 平均失1.43 sorry 不是长长有失球 0比0和曼联那场 是没失球的 那场没失球 其他呢 大人对着曼联那场 大人曼联也不会入球 两队也不会入球 当然是0比0 但对着会入球 基本上都很失球 所以对着森林 我相信 他能够得到分 已经偷笑了 不输 已经是 掩着嘴笑 应该 不会想着水晶弓 可以在这场球 拿到分 好了 今天一口气 说完十场比赛的前瞻 记得大家 直播时候 和大家再见 再聊天 以及踢完所有比赛之后的回顾 再见 好了 下集再见 拜拜